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國星期五表示 入侵烏克蘭的戰爭是基於黨派利益的變態濫權 而且讓手無寸鐵的人民飽受暴力之苦 教宗雖然沒有點名俄羅斯 但在俄羅斯總統普京徽軍入侵烏克蘭後 他對這場戰爭的譴責聲量卻持續增大 教宗之前曾經將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暴行稱作為不可接受的武裝侵略 以及殺害兒童的野蠻行為 教宗在戰爭爆發後曾經表示 在烏克蘭的血淚之河正在隆堂 這不單只是一場軍事行動 而是一場多種死亡毀滅和苦難的戰爭 教宗方濟國星期五表示 發生在歐洲心臟的戰爭悲劇令到他們震驚 他還指出很少有人死亡 也會想像到同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相似的場景會重現 方濟國是在給予正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法 舉行的天主教大會發起的信項中 再次發聲譴咒 侵略烏克蘭的戰爭 斯洛伐克也對黎智華眼鏡欄默開放了邊界